如果我不曾想你 那我会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 有想跟没有想一样 拜托一下 我还知道小气的人容易斤斤计照 没有自信的人容易自我怀疑 做作的人容易跟你一样写出这种干话吉他 哈啰 大家好 我是Jaefer Ray 最近呢我都会收到一些出版社寄给我四月的一些新书 有些书呢不得不说真的非常的值得推荐给大家来读 但是有一些书呢我真的翻个两三 也就觉得他可以拿去资源回收了 每次看到这种书的时候我都会想说 Oh my god 都已经2020年了 怎么还会有人出这种满满干话的心灵鸡汤呢 看到这种文字的暴气程度就跟古代晋慧帝跟穷人说 和食肉鸣啊一样令人傻眼 你应该知道晋慧帝是谁吧 看你的表情 OK 你不知道 我认真的觉得你们这些出版社是重起来还是怎么样 怎么会愿意帮这种作者出书呢 还是台湾人真的是太没有自信到 需要靠这些书来把他逼自己 我宁愿把这些书的时间拿来看丢丢妹的直播 买海线回来就会比较快乐 老弟叫到看阿姆吃饭 今天买什么 买海赞 买乎麦 买海线 买条肉 大家安安晚上好 我是丢丢妹 丢丢妹是我 加起来 几种了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四种常见的干话鸡汤类型 教你如何破解鸡汤话术 第一种 面向阳光阴影就在你背后 请问一下 这不就是一个陈述事实的句子吗 有谁面向阳光阴影不是在他后面的 不是他国小自然没有学好 不然就是 哎呦他看得贵哦 这句话的干话程度就跟有人会讲说 每过一分钟就有60秒会失去一样 令人看杀 擅长讲这种陈述事实型干话的人呢 我猜他们小时候作文的稿子已经是写的 满满满的那一种 有时候一张写不过他跟老师拿个两三张回去写 哎呦你想吓唬谁啊 但你仔细一看内容都是废话连篇全部都在 或许这些人会说 干嘛呢啊 我今天去忙回来 欢喜到我们这一手口啊 我开心啦 第二种 如果我不曾相遇 那我会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 这种描述爱情的心灵鸡汤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 有讲跟没有讲的一样 例如 敏感的人爱胡思乱想 心软的人爱自讨苦吃 拜托一下 我还知道小气的人容易斤斤计照 没有自信的人容易自我怀疑 做作的人容易跟你一样写出这种干话鸡汤 我个人认为呢 这种描述爱情的干话鸡汤 之所以会这么泛滥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爱情当中呢 都是非常脆弱的 无论是在暧昧的时候啦 热恋的时候啦 怀疑对方出轨的时候啦 甚至是分手的时候 我们都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很笨 所以当别人说出这些 若有四五的废话的时候 再加上一些文青风格的断句 还有标点语号 你就会像是在大海当中 抓住一块浮沫一样觉得 对 他就是在说我 可是你可能没有发现的是 你通常抓到的浮沫都是熊沫 烂的那种 但你是好人 第三种 谣言止疑治者 可惜智障太多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华人事件奴性都这么坚强呢 请你停止再用你的美德情绪勒索我 我之前就有说过这个社会很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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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轻轻好吗 这一类型的话呢 还包含了吃亏就是占便宜啦 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啦 有钱不一定买得到快乐啦 谁跟你说有钱买不到快乐的 我要是上个礼拜的乐透可以分个集 我现在就是快乐冠军 不过其实也不能够怪 为什么华人社会的鸡汤呢 都是这种充满奴心的类型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从小就可如目染地接受这些干话 我猜这些大人们在你人生当中对你讲的第一句干话应该是 红包帮你存起来 你是不是就好傻好天真的把红包交出去呢 从今天开始 请你养成对这些鸡汤批判思考的能力 Wake up Wake up 你是他艺术家 已经抓到 好累喔 第四种 我谈的不是工作 而是梦想 Excuse me 我的梦想就是不用工作 也有钱可以花 这种干话呢 我把它归类在直销类型的鸡汤 例如 成功的道路其实并不拥挤 因为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 不要吵 好 到底是谁想出这么多做作的句子 如果你长得不漂亮的话 你真的不要讲这些话 因为只有漂亮的人才有资格可以做作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的不公平 如果做作就有钱赚 谁不想要做作 通常人在对于自己的现况不满意的时候 例如对这个社会设施卫生啦 或者是缺钱的时候 就很需要被这一类型的话来补 but 谈钱太过俗气 所以这时候呢就需要靠一些漂亮的句子来包装 例如成功啦 梦想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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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每次听到这一种话呢 都有一种醍醐灌顶啦 然后被充饱店的感觉啦 我只能跟你说你被洗脑了 离我远一点 OK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四种干化鸡汤的类型 以后如果有人端出这种鸡汤来给你的时候 请你不要客气的把它破回去 没事没事 能者多劳 那如果你对于其他类型的干化鸡汤也非常受不了 但是我没有讲到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在下边留言讨论 那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 别忘记按个赞跟喜欢 如果想追踪到最新影片通知的话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杰弗洛 我们下次再见